大家好,我是青木 青天又是一个下雨天 这句话可能成为口头禅了 因为我们这里实在是下了太久太久的雨 很难得会有一个晴天 桂林这里的梅雨季是比较折腾人的 特别是春季中春季末到夏季初这段时间 经常性的十几二十几天 那么联系下雨要么就是阴天 有时候还有南风天 遇上中一点的南风天啊 家里面那种过道都是挂水的 有不少人担心这样连续的梅雨季 那个多肉植物它好不好养 能不能活下去 包括我们这个路养的 还有窗台的阳台的 我说一下我这里的情况吧 因为我这里是楼顶的一个小路台 通风比较好 连续下个十几二十天的雨 我是不管的 随便它淋吧 基本上不会死 这些多肉我就这么给它丢在这里 甚至还想着办法把楼下雨棚 还有楼下阳台的搬上来给它路养呢 因为这个季节的温度不算高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个梅雨季的问题 我们的那个土壤尽量透水性好一些 不积水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那种小苗啊 特别是那种砍头苗 根都没扎好的 还有一些刚买回来没有浮盆的 就尽量不要给它连续的这么淋雨 这样连续的淋雨 那种小苗有点扛不住 这个我试验了很多次 大部分多肉没有试 就是那种砍头的还有那种小小的苗 我就给它丢着这样路养 看看它能不能活 到后面它还是有几率会死掉那么几颗 像我们买的那种法师 这种季节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浮盘了 丢上来路养也没关系 如果大家的环境四面是围着的 就没有风吹过来 尽量不要连续淋这种十几二十几天的雨 淋个几天是没问题的 阳台和窗台那就更好办了 阳台窗台也淋不到什么雨 那淋雨它也是淋那么一阵的飘风雨 像我这里大部分的窗台都有 南边西南边西边东北边北边东边都有 也是不管的随便它淋 也没有发现那种死掉的 前面这一盆鱼缸我养了有两年了 这样的生态鱼缸我感觉养鱼是挺好养的 昨天前天不是发了两个养鱼的视频吗 有一位养多肉的朋友他问我 我是想起来才拍了这么个视频 结果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那些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 包括不少人说渡不了夏夏天就会死 问题是我去年夏天也是这么过来的呀 它并没有死 像我们这些广大的农民同胞啊 特别是咱们父辈那辈的很多种菜的阿姨 大伯他们哪会什么科学知识啊 哪会什么纸上谈兵啊 但是他们就能把那个菜种得很好 真的就是经验之谈了 还是因人而异的 觉得有用呢就可以借鉴一下 觉得没用那不理会就行了嘛 任何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 古人有句很经典的话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不都是这样吗 好 我们再来近距离看一下多肉 这是我后面才搬上来路养的 有一两个月了吧 那些塑料盆的盆底都积满了水 这些法师有些有一两年了 留在雨棚下面没有阳光 它不怎么长 现在稍微长得茂盛一些了 我下面还有很大一片呢 晒不到太阳 我们这里每天都是鸟叫声 电线上面有很多小鸟 这些鸟没有吃我的多肉 也挺庆幸的 去年年初的时候有被灼伤一些 这一盆淡血还有一点状态 钱是一块八千买的 是一个散装 有好几颗 现在长得比较大了 前段时间才换的盆 它长期的是这么一个雨水 叶片也长得比较肥胖了 颜色不是太粉 这一颗是我原来丢在三楼的 长得特别土 杆子吧 全是长土的 右边这一片是石头面纱 左边这一颗大一点的是奇罗 等这些小朵朵长大一点 应该会好看的 也是没什么状态 毕竟在外面有紫外线这样照的 它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颜色 这颗紫乐搬上来有三天了吧 是三天前的那个视频 我不是拍了一个夜叉苗的视频吗 就把这一盆搬上来了 没有太阳的照射 也是有点泛白 没状态 再来看看这一些 这两颗比较粉比较大一点的是晚霞 这个品种特别好养 也特别容易出状态 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状态 这一颗大宝菜高沙之风 也是挺好养的 我也砍头繁殖了好几颗 这一颗应该是花月叶吧 然后这一个是奇罗 这些都是非常好养的品种 艾伦长胖一点和陶蛋有点像 它是一个夏季型的品种 温度高的时候出状态 冬天的时候它颜色会泛白 黄金草的繁殖就太快了 如果大家面积大的话 可以养一片黄金草 一般每个地方你放一小点点 它就可以繁殖出一大片 而且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这个盆是我前段时间捡回来的 这些秋莉的小苗 给它拼在这个盘里面 之前这些都是夜叉苗长大的 之前是用田园图养的 长得比较慢 这个树桩也是之前发那个视频 就是拼接这树桩 全部弄小苗给它拼在这里 现在淋了一段雨 它也吃饱了 看着也还过得去吧 陶蛋这个品种 我们这里不太好录养 梅雨季雨水多了 它容易掉叶子 艾伎高温了 它也容易掉叶子 两个杆本身是要死掉了的 去年夏天我也给它录养 杆是木质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度过了一个夏季 今年春季的时候 它这个苗又窜出来了 如果我把遮羊遮得更好一点 它夏季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录养 这个苗主要还是小了一点 前段时间我给它换了盆又换了土 根系长得也不太好 如果根系长好又长得大一点 像这种梅雨季我也不太担心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想着拦养嘛 怎么样省事又养不死 就怎么养 我是这么想的 看看这颗长期淋雨的广寒宫 周边的粉也掉了一些 边的粉还是挺多的 经历过这些风吹鱼打以后 满身是伤也不那么好看 各有各的看法吧 这一颗蓝光长大了不少 以前还是挺小的 就是这一阵子淋雨比较多 长得也快一些 它和那个广寒宫 还有碗霞 并称为伯夜三仙 基隆月的状态一直都不错 淋雨多了以后 长得也比较肥胖 马库斯的果冻色并没有退去 基隆月马库斯夏季布折羊路羊都没关系的 赫拉这个品种我很喜欢 它出状态的时候特别特别红 是那种比较淡一点的粉 带有粉的雪红色 这一颗是个老庄子 下面的庄子特别特别粗 春季以后嘛 我就把它的叶子全部给剪掉了 有一些就给它扒下来叶叉 它里面的十几个窄 现在全部都给爆出来了 这个长个一年时间 应该可以把这个盆给长满 长满以后出状态是比较壮观的 我这里的很多苗都是以前 最开始我用那种血盘苗繁殖长大的 这颗艾杜丽丝 以前是那种像小母子那么大的苗 长了一年多也长得挺大了 仙女碑系列的多肉 我感觉是比较好养的 也比较劈实 就是长得太慢了 这一颗应该叫做一镜丝吧 下面的那个桩子已经很粗很粗了 而且也木质化了 这一颗仙女碑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这些盆的口径大概是十亿厘米左右 背脚现在的话会长一点 这颗乌木是我砍头的 它现在也抱了两个头出来了 有好几颗乌木都被我砍掉头了 都开始串牙抱窄了 这一颗小唐印还是挺红的 我另外一颗大唐印更加红 也非常大 这些品种也是连续零米 基本是不担心的 这些法师系列就更喜欢春季的雨水了 也长得也非常快 也容易出状态 这一颗是红富伦法师 这些是养在西南边窗台的小苗 前面这几个是吉娃莲 阳台的这些空水就空得厉害一点 多少还有点状态 中间那颗广寒宫也不错 再来看看这些苗 这些苗别看得小 很多都有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 这一些完全是丢在雨棚下面的 没有一个良好的光照真是不行 如果我们家里面的阳台啊窗台啊 那个日照的时间不长 一天只有三到五个小时 总就尽量选择那种比较容易上色的多肉 而且还要控水的去养 才会有一定的状态 不然是很难上颜色的 或者养那些带颈的法师 带颈的法师 闪光也能出很好的状态 我这个木状很好 但是晒不到太阳嘛 遇上这些没雨季 而且光线又不太好 就要少浇水 甚至是不浇水 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水多了是很容易黑服的 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吧 再见